当提到历史上最大的国家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起蒙古大国呢? 这个答案虽然不对,但也不能说是完全错 Hello 大家好,我是Brian 今次我会和大家介绍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国家 和它背后的有趣皮毛小知识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频道 皮毛小知识主要是介绍由实用 甚至没有用的冷知识或者流行文化 如果有兴趣不妨考虑订阅我们 Let's get started! 如果你只是想知道答案 我亦不浪费大家时间 有时以来版图最大的国家就是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高峰期的实际土地面积 就比排在第二的蒙古帝国要大50%左右 好了,说完答案后就会详细讲下头几位 和一些你可能意想不到的事实 但在开始前就先戴个头盔 毕竟有一些国家历史年代九月 在数字上只能靠学者估算 再加上不同国家对各自的历史和疆套 都有不同的表述 基本上除了头三位之外 其他都可能会引起争议 所以我就归纳了几篇不同年代 不同背景的学术文章得出了以下的排名 首先是第一大的大英帝国 大英帝国在19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就得到了德国所管轄的非洲殖民地 领土范围达至顶峰 土地面积达到3550万平方公里 占全球土地26.35% 本句话说领土刚刚超过地球的四分之一土地 范围包括当时仍然有主权的加拿大 澳洲、纽西兰 非洲由埃及到南非由南到不连贯的殖民地 亚洲的印度、缅甸、马来西亚、香港 西亚的也门、阿曼、伊拉克等等各大洲的殖民地 再加上本土的英伦三岛 所以大英帝国曾经被称为日不乐帝国 不过大英帝国其实已经是历史上第二个被称为日不乐帝国的国家 第二才是蒙古帝国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 我们一直都被教育蒙古是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蒙古的确是单一连贯版图最大的国家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认为蒙古是史上最大的国家 也不是完全错 话说蒙古帝国在蒙古汉在位的时候 就保持大一统的状态 去到公元1259年第三次西征之后 就大致最顶盛的时期 领土范围东至太平洋 北至贝加尔湖 西至东欧和小亚细亚地区 南至缅甸 土地面积大约2400万平方公里 和第一大的大英帝国还有一段距离 大概相差三分一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时候南宋还未被灭 由这个角度去看 蒙古帝国就和中原王朝一点关系都没有 去到蒙古汉死后 帝国就分裂成四大汉国 和后来才形成的大元帝国 几个湖不从属的政权 而第三的就是俄罗斯帝国 在195年顶峰时期 土地面积大约就有2280万平方公里 占地球的陆地面积大约六分之一 版图横跨欧亚大陆 西至波罗的海的芬兰波兰 北至北冰洋 南至黑海南部 东就去到阿拉斯加 有趣的是给我们的教科书 塑造得如何空前盛大的蒙古帝国 其实都不是比俄罗斯帝国大很多 两者的版图都只是差5%左右 之后就是承计了俄罗斯帝国领土的苏联 但因为苏联的土地面积和俄罗斯差不多 只是差40万平方公里左右 而且不想被战斗民族霸杀的位置 想多说一两个国家 所以我就将苏联和俄罗斯帝国 一起并列在第三位 而现时最大的国家俄罗斯 虽然都承计了苏联的领土 但就已经小很多 不过土地面积仍有1700万平方公里 紧随其后排在第四 顺第一提 现时第二大的加拿大已经十大不入 在之后的排名多少都有些争议 但都不会差很远 大概都是这堆国家 第五的就是大清帝国 乾隆年间在多次侵略西藏新疆之后 大约在1790年代 就被正式的纳入在中国的版图里面 大清的面积达至顶峰 亦都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 第六是1810年的西班牙帝国 它才是第一个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国家 第七是1920年代的法兰西第二殖民帝国 第八的是公元750年由西亚到北非的阿拔斯帝国 第九是阿拔斯帝国的前身 公元720年的五麦亚王朝 而第十是另一个中原帝国1310年的大元帝国 之后就想举一些有争议的例子 例如第十一位一般都被认为是1815年的葡萄牙帝国 因为年代比较近所以面积大概都可以考据 但中文的资料就会认为是公元669年唐朝的一段很短的时间 而这个数据是在1994年由中国社科院提出 但是我翻查了唐朝的历史就找不到相关的史料去支持 为什么在一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版图布升了一倍 之后又很快地打回原形 而学术界普遍认同的数字 唐朝的版图大约就是540万平方公里 排到20位以外 另一个例子就是明朝 在明城祖泳乐年间的确是有十几二十年 版图是去到青藏地区 土地面积去到1233万平方公里 但实际上又算不上是有效管治的领土 而且还要在短时间之内就散失了 其实在明朝国造276年之内 最高的有效管治版图大约只有650万平方公里 到明朝末年就更加只剩下350万平方公里 至于西方学者大多数都以有效管治领土作为版图的标准 所以只会以650万平方公里为明朝高峰期的有效领土 但开始的时候都已经提过各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 和姜濤都有各自的表述 所以在中文的资料里面 明朝一般都会以最大的1233万平方公里去计算 明朝就会被排在第5或第6位 去到这里你可能会发觉 为什么数字上的实际土地面积 和世界地图上的版图大小有明显的出入 这个就可以看回我之前 关于现在的地图错在哪里的一条片 里面有详细的解释 最后有趣的是在头十大里面 其实是没有一个汉人的政权 如果你认同原清非中国论的话 中国就更加可以说是十大不入 至于这个原清非中国论 我自己就只是认同一半 这个之后有机会再分享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来到这里 如果大家对这个题目有什么看法 知道上有什么补充或者致政 就请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希望你喜欢这条片 如果你觉得这条片都OK 就请你按一下like share出去订阅这个频道 同时按一下小钟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为你带来另外的皮毛小知识 拜拜